文英的坎坷事情还不止一桩 说你年轻的时候 最近流行这个什么 me too的事情也让你想 反正你也是 反正长得漂亮美女都堵掉 我16岁就认识我前夫 所以那时候他是我的男朋友 然后那时候 他就是常常跟一些兄弟混 然后那个兄弟是 跟他差不多年纪 然后比他大大概几个月而已 然后他都叫他哥 他也叫我妹 他说你当我妹 以前都喜欢那种 干妹 干哥的 那时候我读本来日间部 然后后来因为我帮同学作弊 因为我也是讲义气的那种人 他立马帮我调到这个夜间部去 就所以夜间部我才会去戒毒 以前就流行叫什么戒毒 就一戒毒就认识我先生了 戒毒啦 戒毒的概念 戒毒的概念 戒毒之后再回来 因为他觉得我帮人家作弊不对 然后我先生是 就是以前我那个男友 变夜间部就有点变社会人士 回学校念书的概念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反正就是夜间部 我们就认识了 那认识之后 反正那时候他每天都会来 就是接我 放学 他虽然没有去上课 有时候没有去上课 因为校长跟他们住在同一栋 就是校长就说 你不要来了 每天都打架 不要来了 直接发毕业证书 你真的不要来学校了 就直接叫他不要读了 你知道吗 说你不要来学校闹事就好了 OK 他就不来了 他不来 他就每天来接我 那有一天他没来接我 变成我那个干哥来接我 干哥来接我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 阿茵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说什么 怎么办 他说俊恒被人家打到 那个不能动了 那个鼻子歪了 那个脚已经不能动了 我听了我好难过 我就想 糟糟 我就心里很紧张 我说在哪里... 我要去看他 我以为是在医院 我想说 照理被打会在医院 结果他就跟我说 他在朋友家 然后什么什么的 我就因为笨 十六岁而已 认识他也没多久 那我就相信了 因为他以前常常跟人家打架 以前有时候打一打 通话接下来打到一个鼻子 歪掉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好 我就陪 他就那个干戈 就载我去万华那个地方 就去到那一栋公寓 五层楼的公寓 然后走上去的时候 本来我都没有觉得怎么样 因为那个也是 我先生他们家 就是那附近有公司什么的 朋友他以前也读过那附近 我就不宜有他 傻傻跟他上去 直到进了门的那一刹那 他把门直接 我一进去他把门立刻关了 然后开灯 我就想 你要干嘛 我就很紧张了 我就想 完了... 因为没有看到人 他把门关起来 他就压在门那边 不让我走 那我就想 完了 我就说 就很懒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为什么要这样 后来我就 他就说 我很喜欢你 他就说 我跟你说 我喜欢你很久了 就一直讲... 就把我压在墙壁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踢他 一直... 然后他就... 我太太 就强暴了 那那时候 我其实是有挣扎 大叫 我想说公寓一定会有人听到 如果我一直叫救命 然后一直叫 结果他就把我的 就是一手把我手无阻 一手掐着我脖子 因为这样我才发不出声音来 然后我就一直要叫 他就越压越流 我就怕他把我掐死 然后那种 因为我怕他到私力过重 我当下头一昏了 我就觉得快要没有气了 我就说 我就一直跟他比手这样子 快要不行了 结果后来他就说 你不要叫 不然我真的会把你掐死 后来那时候我就觉得 好害怕 我想说我命要保 如果我再继续挣扎 我也无力挣扎了 因为我越挣扎我越痛 因为他越残暴 他越残暴的情况下 对我越不利 因为他越会失控 然后后来就是 你也知道年轻的男生 休息一下他又继续 就是一个晚上好多次 我都觉得我昏天暗地 我都觉得我人要死了 我就觉得 这到底是什么世界 我真的很想死 你知道吗 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說 你如果今天告诉俊恒的话 我跟你讲 他一定不会要你 你放心 他女朋友这么多 因为我也听过以前他的风声 而且以前我也曾经 从我先生那边 我一直说这个男的不好 用他钱 他一直跟我说 你不要污蔑我们兄弟 你不要这样子破坏我们兄弟情 他说我跟你讲 如果你破坏我 连你都不要 我听过他这样跟我讲这一句 我想他爱情在他面前 兄弟更重要 所以这个人跟我讲 干戈衣跟我讲 我信了 我不敢讲 因为我爱这个人 我又觉得说万一讲了 我们两个就没有 那以后我要嫁给谁 我还是会有那种处女情怀 以前我会认为说 我跟他第一次 我愿意我就要跟这个人一辈子 因为我真的很爱他 结果就把这个秘密 一直保守下来 可是我很痛苦 因为每次出去 十次九次都是三人行 因为他把他当 就是非常的知己 他每次我在他家里 或者是我们出去干嘛 这个男的就会趁机 吃我豆腐 而且他们很爱喝酒 其实那时候我说他 一开始他就很爱喝酒 然后有时候我先生 他就会喝很多 就是我之前是男友的时候 喝超多 每次喝多他就会睡着 然后睡着他也知道 干戈也知道 干戈就在外面休息 他知道他睡着 因为他喝醉 他说我进去休息 那我也跟着他进去 进去之后 有时候我要出来上厕所 然后他就会堵在厕所门口 因为离那个我们的卧室 有一小段距离 然后他就会堵在那边 把我押住 我就说你这样我要叫了 我就很生气 我就讲很小声 我这样我要叫了 结果他就还是把我 就说你叫我就说 是你勾引我 他就这样叫 我就想说 如果被他污蔑了 我就是一直 因为那个怕被破坏 我就一直不敢讲 就被他上下其手 一直乱来 后来我真的是 再也忍受不住了 我就之后 他如果就是 诸如此类 他又再对我伸出 这个手脚干嘛的 我就会开始 我就再也 我觉得我再也不想人了 我就说你这样 我真的要大叫了 没关系不要 都没有关系 我就开始会大叫 然后他就 他就不敢 不敢有这个动作 后来我发现 这招真的有用 真的要叫出来 那时候我还在反省自己 我还想说 为什么我会这么笨 我会 为什么我要坐他的机车 跟他去看我的男友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事后我是很后悔 可是当下你是 会义无反顾 因为你是为了一个爱 爱他受伤你就会去 可是发生的种种一切 我们也不会敢去报案 也不会敢去做任何的 申诉或干嘛的 但是我觉得以我现在的经历 因为我看到MeToo事件 我觉得我很有感受 那我觉得说像这些女生 她们其实都是因为 像我那样子的感觉 会觉得惭愧感 羞耻感 不敢去被在警察局 二度伤害 然后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 怕被大家知道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 是要让大家知道 这些恶人才会得到诚挚 那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 周英君老师 哪些生肖的女人 感情的业障会比较重一点 对 感情业障重的人 其实就是她的感情 只有短暂的快乐 那所有的都是在 不快乐的当下 有时候就是常常会 为了感情失气自我 或是患得患失 但对感情其实 感情对她来讲 其实是一种折磨 但是她又理智地 在追求感情 所以说这样的女孩子 其实有时候是 说起来是真的蛮可怜的 那因为我们来看看 现在是哪一种 身教的女人 会有这种状态 我们来看看 第一种就是属兔的人 那属兔的人 如果是生在八叶 因为八叶 兔其实是毛 那八叶是有 毛跟有都是桃花 它是属一个桃花 而且是属一个相克的桃花 是这个八叶是金 金来客目的桃花 所以因为金来客目的桃花 是这种桃花的话 很容易因为感情的委屈 而为情来背债 就是说你会 就是你相信爱情 相信你的另一半 所以你很可能 就是比如说 你把你的名字 什么都给她用 她到处去借款 你也不知道 到后来你根本 一毛钱没用到 你是背了一屁股的债 所以希望这种人 就很容易产生这种状态 就是说感情委屈 而且就是为情来背债的 再来如果说 你的生肖是属老鼠的 你生在午夜的 因为老鼠是子 午夜是午 那家是子午 那就是很容易 因为子跟午也是桃花 子午又冲 那子午就是一个水一个火 所以她就水火不容 很容易产生爱情悲戚 就是为爱被纵 因为怎么讲 因为就是 那个会就是 因为他们两个人 就是水火不容 水火不容就 动不动就很容易吵架 一吵架 那如果说你的 因为毕竟女生的体力 各方面都会比较差 一吵架有时候会打来打气 当然女生说 我大个多小个 但是问题是 除非特殊状态 也不是没有 有些女生真的很宽 男生是一个比较娇小的 可能男生会被揍 但是这种毕竟是少 一般都是女生被揍比较多 所以很容易就是因为 为了爱情而被揍 因为你被揍不揍 因为你都一定 为了大个 我跟他争 但是后面都争辱 都去打到打消息 再来我们来看看 属于鸡的人 他身在二叶 他也是属于 也是属于一种头发 因为鸡也是有 那二叶来讲就是妈妈 但他们就是桃花 但是他是相克 重点就是 属鸡的人 他的情路比较波折 一再被骗 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的 属鸡的人的感情会比较理想化 他就是反正 每次他都对 他感情就是很 那个叫什么 非常非常的理想化 他觉得说反正就是感情 这个感情没有了 虽然他过一阵子 还要去追求感情 他不会说人家说被打一次 或是被骂一次 被骗一次 就已经差不多了 我就差不多 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 不想要爱情 但是属鸡的人 他对于爱情 永远是理想化 永远都会去追求爱情 所以他又一次又一次的 被骗 一次又一次的去追求爱情 不管在哪一方面被骗 譬如说被劈腿 或是有时候被骗钱 有时候被 知道说空背起来 又在跟人家玩钱 就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所以说他很容易在 情路上很波折 一再的被骗 就是属鸡的人 然后刚好如果是生在二叶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香葱的桃花 所以大家做参考一下 今晚你有空来开放吗